男人指引给了个差评 就被对方送来一枚炸弹 反恐部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立即疏散清真寺内的群众 王牌拆弹手大梅此时也赶到现场 发现门上挂着一个蓝色塑料袋 首先排查门边是否有出发器 然后趴在地上确认炸弹类型 从塑料袋的上方可以看到 这是一枚定时炸弹 上面还绑着一个粉色的倒计手表 大梅见状直接撒鸭子跑到外面 叮嘱队友炸弹还剩下五分钟爆炸 让警方扩大警戒线的范围 随后大梅再次返回寺内准备拆除炸弹 只见大梅用小刀将塑料袋划开一个孔子 可以清晰地看到倒计时仅剩下四分钟 大梅不慌不忙地在另一边继续开口 当她看到眼前的一幕时 忍不住直接喊出了国粹 竟然是一个水银倾斜触发器 只要发生一定量的倾斜 炸弹就会瞬间爆炸 此时大门里面突然传出一个求救声 大梅赶紧取出狼头 将大门地下隔离板撬开 可以清楚地看到里面捆绑着一个人 这无疑是给大梅增加了工作难度 此时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需要不停地拆除炸弹 还需要一边的安抚里面惊恐的男人 男人不停地哀声哭号 让大梅根本无法集中精神拆除炸弹 此时倒计时仅剩下两分钟 眼看拆除炸弹已经来不及了 大梅果断拿出工具打算敲门 她顶着强大的心理压力 终于卸下了第一个门卡 紧接着继续拆除第二个 此时外面的队友跑过来 当大梅准备撬开第三个时 时间仅剩下30秒 队友不顾大梅的反抗 强行将她带了出去 就在他们刚跑出去几秒后 后方传来巨大的爆炸声 大梅又再次目睹了爆炸现场 满脸都是懊悔 回到反恐部门后 他们突然接到一个加密音频 通过清真寺的监控发现 当天就有个戴帽子的男人 提着一个蓝色袋子走进寺里 几分钟后又空手离开 对方全程低头行动从而看不清真容易 看来这是有经验丰富的恐怖分子 而且大梅看到这次的爆炸物时 还有了意外的发现 这次的清真四炸弹物的制作手法 跟前段时间居民楼炸弹物是一样的 而且十字军也声称这是复仇的开始 还没等大梅继续揣摩拆测 口袋里的电话突然响起 十字军竟然又安装了一枚炸弹 当大梅赶到现场时 警方已经疏散了附近的民众 炸弹就装在这辆货车上面 而且货车的后轮有明显的挤压 如果里面装的是炸药的话 威力足以将方圆500米内的所有东西化为灰烬 大梅立即派出拆弹机器人先去探望 只见机器人靠近货车后被箱时 突然一发子弹直接打过来 紧接着又是第二枪 机器人瞬间报废 军方立即锁定了狙击手的位置 带领队伍赶紧向目标楼靠近 警方同时也呼叫了空中支援 狙击手再次瞄准货车 一枪直接打爆了轮胎 炸弹被引爆可不是好消息 大梅准备开始行动 先是让同伴准备好高压水枪 然后再向军方借了几枚烟雾弹 他提着高压水枪靠近车辆 在拐角处丢出数枚烟雾弹 烟雾瞬间扩散了整片区域 大梅趁机扛着高压水枪靠近货车 因为狙击手的视线受阻 只能依靠感觉来不断设计 此时的大梅已来到货车的后备箱 随着车门的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机桶炸弹 留给大梅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因为烟雾正在慢慢消散 他抓紧时间将高压水枪对准电源组 楼顶的狙击手不断设计干扰 就在烟雾快要完全消散时 空中一架直升机赶到现场 狙击手健壮只好收起狙击枪 转身准备逃离现场 大梅跑到队友的身边 随着启动装置被按下 意味着炸弹已被成功拆除 军方这边已将大楼团团包围 并且分成两组进入大厦 一组队友走楼梯冲锋 一组队友在电梯门蹲守 就在第一组开始爬楼梯时 电梯却显示有人正在乘坐电梯下降 队长立即让队友两边包围 几秒过后 电梯显示下降到一楼 随着第一个门打开 队长本想松一口气时 第二个电梯口也随着打开 只见一个全身绑满炸弹的男人走出 队长二话不说直接开枪将对方击毙 爬楼梯的两名队友兵分两路搜查 其中一名队员来到狙击手的房间 只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警用防弹夹壳 就当他准备上前查看时 身后突然窜出一个人抹了他的脖子 此时大梅已成功拆除楼下的炸弹 摘下面罩时 发现他正是给清真寺送炸弹的凶手 但同时军方也发现了死去的队友 所有人对此愤怒不已 誓言一定要抓到这个恐怖分子 回到反恐部门后 通过现场监控可以看到 有一个陌生人假扮警察从大楼内出来 随后便驾驶白色轿车离去 这个人应该就是凶手 晚上 那辆白色的轿车停在郊外 凶手若无其事地下车 并在车上放置了一枚炸弹 随后便拿着车牌潇洒离去 过了几秒 车辆瞬间被大火吞没 隔天的早晨上 警方很快就封锁了现场 大美观察这几次爆炸案的线索 发现线路扭曲与切断的工艺如出一辙 这是顶级制弹手的习惯 还证明了对方一定经过专业的军事训练 再回想到这几次行动 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 凶手貌似能预判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因此怀疑拆弹组可能存在内部 大美返回训练基地后 趁着所有人出去的事件 偷偷打开了他们的储物柜 在约翰的储物柜里发现了详细地图 而且清晰地标注着每一次事件发生的地方 看来大美的顾虑是真的存在 但目前没有确凿的证据 只能先联系自己的上级 需要派人暗地里监督约翰 然而还没等大美开始调查 却发现联系不上自己的弟弟 经过四处打听之后 从九宝的口中得知了一点消息 弟弟居然跟约翰走在一起 而且两人还砸了肉包点 这可是十字军一贯的作风 愤怒的大美直接找上约翰 一顿询问自己弟弟的下落 恼羞成怒的他已经失去了理性 对着约翰大大出手 上司看他状态不佳 强行给大美放了个假 然而还没过多久 上司又再次联系上大美 因为警长掌握了弟弟的消息 他现在被十字军欺骗 正在实施计划 大美赶紧联系上自己的弟弟 让他好好检查自己的车辆 刚开始弟弟还比较不耐烦 可当看到副驾驶有一条白色胶带 扒开之后就是一条线路 心里顿时慌的不行 而且线路连接着副驾驶储物柜 当他颤抖的手轻轻打开储物柜时 却发现有一枚炸弹 弟弟看到这一幕瞬间崩溃